那个比丘国王听到国长说 有种若印比小孩儿的心肝还要好万倍 国王问他 那是什么若印那么好的呢? 国长说 嘿嘿嘿 刚才来见陛下东土取经的和尚 我一看他气愈青昂 容颜超脱 他是个十世修行的神僧 比小孩儿的心肝还好得多 如果吃了他的心肝 哎呀大王 你万年之寿 那个昏君真是做了皇帝想升仙 你想着长生不老 什么都顺着国长 哎呀 那为什么你又不早点说呢 那么有功效 那刚才留着和尚在那里 不要放他扯了 陛下 哎呀 又有什么这么为难呢 那 刚才陛下吩咐 江六子扮齿饭给他吃 那他是必定要吃了齿饭才出城的 陛下 现在还未离开的 陛下 你又立刻传旨 将各城的城门紧闭 兼兵去围住金庭馆翼 将和尚捉回你 先以礼相待 用礼来求他拿个心肝出来 但是如果他肯依从呢 那就立刻刀了下来 拿个心肝来占药 然后就预葬他的尸体 和他立妙来响制 如果他不肯呢 啊 那就不客气了 哦 五花大榜 确定来 肯有什么困难啊 那个昏君真正照着他讲这么做 立刻传旨将城门紧闭 又派三千玉林军马去围住金庭馆翼 孙悟空听到这个消息 就快点飞到馆翼那里 宴回原形 大声喊 哎呀 师傅啊 糟了糟了 大窩临头啊 唐三藏呢 刚刚和朱八戒沙和尚 准备吃国王赐给他的御斋 一听到孙悟空这样说 就吓到三户神散 七桥烟生 整身冷寒 眼不能似口 不能远 扑在地下那里 沙和尚就快点扶起他在这里拉 师傅 醒醒啦 师傅 醒醒啦 师傅 朱八戒就问 哥哥有什么这么大件事 你都慢慢讲好啊 你看看 吓到师傅这样的样子 哎呀 事情紧急啊 我国将原来是妖精来的啊 刚才五乘兵马来到稳步 说那些小仪被封刮走散 那个国长跟我分军讲 说唐三的心肝 还好过一千多个小仪 吃了他可以延寿万年 哎呀 那个分军听从他的说话 现在怎么给玉林军来围着金庭管役 要派锦衣官来请师傅去 拿师傅的心肝给国王吃啊 朱八戒就拧拧着头 哎呀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我都说了 杀人放火 金腰大收路 整桥 没有尸骸 师傅 好心啊 想救回那些小孩 现在连自己遭殃了 唐三章就拉着孙悟空 徒弟啊 徒弟 那现在怎么算好呢 师傅 我没办法了 现在想过关 只要大造势 那怎么叫做大造势呢 那这次只要师傅做徒弟 徒弟变师傅 这样才可以保存师傅你的性命啊 哎呀 如果救得我的命 那就宁愿做徒弟 哎呀 做徒孙都好了 既然是这样 就不必迟疑了 八戒 你快点拿点泥 找点水 搓过它 拿来给我 那个朱八戒就快点 走出去庭院之中 一趴就挫了大构泥上泥 知他听说 玉林军泥捉人 他就不敢出外边拿水 他哀咚尿 把泥泥搓在一坨 就递给孙悟空 哎呀 一毛颜尾 哎呀 救人不紧要咯 孙悟空也没办法了 把泥在自己面上一吸 吸成个猴子 然后叫唐三藏 然后叫唐三藏 站在那儿 不要动 不要出声 把我棉壳一粒 就粒到唐三藏的头上 念动咒语吹口鲜气 唐三藏 唐三藏立刻变成孙悟空 然后把衣服脱了 便搂着孙悟空的虎皮裙 孙悟空呢 念动咒语摇身一点变成唐三藏 还披上那件袈裟 真是十足十 连沙和尚诸八戒都分辨不出真假 刚刚打扮好 外面罗古齐名人 喊马斯刀光剑影 原来三千玉林军马 已经来到管役 层层包围水泄不空 有个锦衣官就走进来问 东土唐朝的长老在哪儿 可逆成的客人都隐隐 跪下在下面客房那儿 禁衣官就立刻走进客房大声喊 唐掌老陛下有请 朱八戒和沙和尚就快些扶实假行者 为何要扶着呢 唐僧轴身躺着阵 怕要露出马脚的嘛 那个假唐僧呢 大步揽出门口 施礼来问 敢指大人 陛下召唐僧有什么事啊 敢于官少前一手称着他 我和你入朝见假 陛下有事要求你咯 于是玉林军就前呼后勇 将唐三藏带入皇宫 那个昏军听到说 做到唐三藏回来了 就立刻上朝 文武百官都在街下来到跪拜 就是那个假唐僧 在洞督企企正在中间 头都不咬一下就问 你啊王 请贫僧来有什么事啊 那个昏军呢 鬼那么好笑容 嘿嘿 浸得一个饼 前面日久都未曾医得好 好彩得国长似一条梁坊 药都整齐了 就是少了一味药忍而已 特意啊 请长老求些药忍用一下 如果医好浸的病 那和长老你修建池堂 四时奉祭 永为全国之香火 我 但唐僧就问 我哪是出家人 赤身到此 不知陛下和国长 要什么来做药忍呢 没有 没有什么要的 就是要长老的心肝 哦 老实对陛下说 心有几个 知不知道要什么颜色 那国长在旁边说 要你的黑心 那快点拿刀来劏开看看 如果有黑心 我一定给你 就是了 那个昏君连忙多谢唐三壮延 吩咐拿刀来 当价官拿着一把 牛耳尖刀 递给假唐僧 假唐僧摺刀在手 解开衣服 掩起肚腩 左手按住肚 右手拿着刀 一声就刺进去 劏开肚皮 一堆心肝拿出来 你自己来看看 什么心都有齐 吓得 那个昏君的面都变色 眼都瓷了 文官心惊 武官脚震 国长又说 这个和尚是个多心和尚来的 是啊是啊 你看看 好心善心 良心 忠心 痴心 謹慎心 还有好性心 望高心 计较心 名利心 妒忌心 态慢心 还有红心 白心 黄心 灰心 青心 就是没有一个害人的黑心 那个昏君听见 感觉 嚇得几乎 暈倒扑在笼床 左右扶着他 他呆呆震地说 收回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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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悟空已经忍不住了 一收就收了法 假唐僧变一只猴猴王 指着昏君大声 我呸 你的昏君 你做皇帝全无眼力 和尚家都是一片好心 唯独你的国杖 是个黑心精 你要黑心做弱人 是吗 等我剃了他 拿黑心来给你看看 国杖 登大眼一望 哎呀 这个哪里是唐三藏 来的 这个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公的齐天大声 哎呀 藏着他 不死得脱沉皮 三十六雀走为上掌 转身就跳上半空藤魂而去 那个孙悟空一个筋斗自绝 别走 等老孙来拿你的黑心来看看 国杖走不掉 就拿起盆龙拐掌打过来 哎呀 哪里是孙悟空手脚啊 三几下就顶不住了 去访一拐掌就变作一道寒光 就无影无踪了 孙悟空也不去追他 岸落魂头就回到宫殿 对着文武百官说 嘩 来看啊 你个国王啊 找到你个这样的妖精来做国长 文武百官就一起跪下叩头 来拜借神僧驱除妖魔 慢着慢着慢着拜着了 那个昏君呢 陛下见到神僧去了俗妖 又怕你上来 不知道躲在哪里坐宝殿啊 快点快点去美后的宫殿找他 不然连个昏君都被人拐带走啊 于是文武百官不分内外 和孙悟空一起追入美后的宫中 哈 连美后都不见了 那时候呢 正宫东宫西宫陆远众妃 都来拜借孙大省 孙悟空就说 好了好了 起床起床 未到讲多谢的时候 快点找个皇帝回来先啦 哈 只见了圣太监 扶着个昏君 在锦身殿后面摇摇摇摇摇摇地走出来 龙婆还贴满灰尘 皇冠带都歪歪歪歪歪歪 原来刚才的君君害怕的上来 躲进锦身殿 缩在床下底下来 文武官员上前启咒 主公啊 幸好是神僧到此 辨明真假 国长是妖精来的 现在连美后都不见了 当然逃走了去定啦 国王听闻才定回阿臣 宿政医官就请孙悟空上宝殿 再三来拜谢 然后又问 长老啊 你 你今早早那阵 还是容貌俊伟 为何现在变成这样呢 哎呀 老实对你说 今早早那位是我师父 唐朝御底三藏法师 我是他徒弟孙悟空 还有两个师弟 尊能沙悟正 现在还在甘廷管役那里 老孙知道你中了邪 信奉妖精之言 要娶我师父 心肝来做若忍 故知老孙变成师父的样子 来这里修行邪妖 国王一听就立刻传指 叫国下太宰 快点去甘廷管役 去请唐僧师徒礼 那个唐三藏呢 就变成孙悟空的样子 在管役中来到等候消息 听到外面传闻说 有个猴子王在半空中 跟国长一起打斗 吓得唐三藏就云拍都不齐 死啦死啦 这次两个孙悟空 那怎么办呢 不是露了马脚 再加上面上 达到实的泥漿 朱八戒又用尿来插 更加难抵了 听到外面有人进来报 法师 被邮国王派国下太宰 来拜见法师 请法师入朝见价 朱八戒就欢喜了 哎呀师父 行啦行啦 这次不是请你进去借心肝 这次一定是哥哥打胜了 国王请你进去囚借你 哎呀徒弟 我这样的面子怎么见得人呢 哦 不紧要 不紧要见到哥哥 他自有办法的嘛 唐三藏只好跟着朱八戒沙和尚 三个人就担着行李 拉着马匹一起上朝 来迎接唐三藏的太宰 一见到唐三藏这样的样子 就惊起上来 哎呀 你连这几位都是妖头怪佬 这么得人怕的 哎呀 老家伙 你呀 别嫌我师父 丑怪啊 你老猪的样子 呀 妈妈生成这样 没得变的 师父就不同了 一会儿你 看真 哎呀 我师父是漂亮的 你都不认得 哎呀 师父三个入到金鸾殿 孙悟空就立即走下来 用手就将痴在师父面上的泥 吞下来吹口鲜气 唐三藏立即变回本来的真面目 比从前更加精神爽利 整个后生了 国王就快下电相迎 口口声声叫法师老佛 朱八戒沙和尚就将马匹绑好 行里放低 一切就跟上来相见 孙悟空又问 陛下 你知不知道这个妖怪住在哪里呢 等老孙跟你捉起来 剪除后患 过阵三公六远 皇后笨妃都在匪翠萍后边 听见孙悟空说要剪除后患 他们就不避内外男女之嫌 一切出来叩头稳告 还望神僧老佛 大师法力斩草除根 将个妖魔剪除 我们一定重重报答神僧 孙悟空连望回礼 然后一尾追问国王 那婚君面红已热心中 惭愧吞吞吐吐地说 是这样的 三年前老道士来到 朕曾经问过他 他说住在这里不太远 向南去七十里路 柳林波 清华庄那里 他还说他年老无疑 是后妻生了女儿 年方十六都未曾配婚 他愿意进贡给朕 那朕是因为贪徒美式 重幸在宫 怎知道后来得了重病 太医也医不好 那老道士说有先方 还要用小孩儿的心肝 好过小孩儿的千万倍 哎呀 寡人真是千错万错 几乎做了霜天害理之事 啊 万望神僧你施展法力 去剪除后患 寡人愿意举国的财宝来到囚借啊 哎呀 你还未知道啊 隆中的小孩儿 是我师父 發慈悲 叫老孙 藏好了 不让你去杀害而已 你还要说什么 财物囚借啊 逐宝妖精 算我们一场功德 是啦 朱八戒就插嘴了 哎哎哎哎 哥哥说得对的 你为什么这么客气啊 财宝囚借啊 你们找些东西来顶啊 肚饿就对了 是 国和即刻吩咐光绿子 快点扮齿工 皇帝要扮齿饭 用什么啊 一会儿就摆到满桌都是 朱八戒就放开肚皮大吃一餐 整个精神晒 就跟着孙悟空架起云头就飞了去 嚇到国王和文武百官 整班跪在地下 一个个朝空礼拜 哎呀 是神仙夏帆来的 是神仙夏帆啊 那个孙悟空和朱八戒呢 一直去到南方七十里外 降下云头一看 只见一股清溪两边隔岸 岸上有千千万万棵羊柳树 看来看去都不见有清华庄嘛 真是万棵羊田 官不尽 千提烟楼忍无忠 船空见找不到妖精的住处 就立刻念动咒语 将当方土地叫来 我土地公听见孙悟空召唤 嚇到震腾腾走来跪低 大正 柳林波土地叩头拜见大正 不是说这么多废话 我问你 柳林波有个清华庄在哪里 大正 这里只是有个清华洞 是没有清华庄的 哦 小臣知道了 大正当然是在比丘国来的 是吧 正是 比丘国王被妖精迷月 老孙女逐拿妖精 被她化了一道寒光不知去向 后来才查明 妖精住在柳林波清华庄 故事来这里 只见树木不见临终 特意来问你 我土地公在那里叩头 哎呀大正书罪 大正书罪啊 是是是 这里都是属比丘国的 那个妖精本来小臣都要管他的 以他神威广大 哎呀小臣都自尝受他欺凌故事 不敢惹他 大正呀 你去南边那边 那边 有一棵羊柳树 和别的不同的 这棵树有一条根 分开做九棵的 九丫 插出来 你到这棵树下 向左转三转 向右转三转 然后用两手一起拍那棵树身 连叫三声开门 那他就会开到门给你进去 入到里面就是清华洞虎的了 孙悟空青猿 就吩咐个土地番茄 就和朱八戒一起跳过溪水 去找那棵树 果然见到有一棵零射不同的 一条根是分九叉的插开他的羊柳树 孙悟空就吩咐尊八戒 八戒 你远远地站在那里 等我叫开门 把妖精赶来 折着他 不要让他走 朱八戒就离开那棵羊柳树若 有半里路远 拿着九尺扒 站在那里等 孙悟空就依照土地公的说话 去到那棵柳树前 向左边转三个圈 又向右边转三个圈 然后双手拍三下 喊了三声 开门开门开门 咳咳一声 啊 不过柳树中间真是开了门 入到一看 又是别有一番景致 奇花产艳丽 瑶草斗芳永 风含红蕊 蝶气幽懒 田园风味 幽雅清新 入到里面 有一个大的石瓶 石瓶 石瓶上面 写着清华仙虎 孙悟空一跳就跳过石瓶后面 又见到老道士和美后 两人在聊天 美后就在说 哎呀 哎呀 刚才我差点被猴子蒸足了 幸好我化作一套寒光 走出来了 哎呀 嚇死我了 那些人 我连得这么多便走不甩了 那老道士的老人 你这么拼头拼腦 哎呀 哎呀 真是被他拭穿了真是不值了 哎呀 花了三年心血 今天看着功成的啦 被那只猴子黄色穿了 浪了个好机会呀 雪不空一跳跳出来 我呸 你叫老妖精 你做了这些伤天害你之事 你还说什么好机会呀 吃我一棍先 那个老妖精就举起盆龙掌来认敌 那个老妖精本事就一样的 那只盆龙拐掌他说多硬正 孙悟空那只棍子迫迫迫迫迫地打下来 都打他不断 两个在洞里面打 朱八戒在外面等 等来等他都不见出来 就等到心急了 拿起那只狗尺钉扒 照着那些柳树就出力坐过去 一坐就连树巾都被他叫出来 那傻佬还不收手连坐几下 咦 流血出来的吗 朱八戒一看 喂喂喂 不不连老树都成精啊 那阵的孙悟空已经追着老妖精出来了 朱八戒呢 你叫他是独当一面去打斗 十次就还有九次打输的 你叫他来搭一下青帮手呢 又扣是挺健庸的 为什么呢 他神高神大又大声样子 这些臭拐不打得都吓得了 兼顾了一扣死牛力塞驹无神地在后面攻上来 你倒不是说挺难受的 这次那老道士呢 就被他孙悟空赶上来 那傻佬不声不吐突然一啪地坐过来 差点连老命都拿了他 那老道士被他一坐就吓得一身冷汗 快点摇身一点化作寒光就走 孙悟空这次就不肯过他了 在后面就追着你 越追就越近 孙悟空不如抬头一望 见到长光飘渺 碎气纷纷 又听到联学齐鸣 原来是南极老人声 哎呀 仇星公来了 仇星公一举手 那里寒光立刻停止 哦 仇星公红光满面笑口饮饮 哎呀 大声啊 大声 别追着 天旁 停啊 首先 老套在此施礼 哎呀 老仇星 你来了 有礼 有礼 朱八戒最终和仇星公说笑 哦 老仇星啊 你的光偷上面有寒光罩炎啊 喂喂喂 不是那邪魔跟着你啊 等下老朱打妖精一阵呢 不觉意碰你的光头 我呀 没钱就买药都的 嘿嘿 在那儿 那妖精在那儿 走不甩的了 对咯 我今天呢 就专程来和他向你们两位求过情的 哎呀 哎呀 仇星老弟 哎呀 这个老妖精和你有什么阿宁 为什么要你来说情 嘿嘿嘿嘿 哎呀 他是我一副脚力 哎呀 谁知道是被他偷偷走了出来 在此作怪 哎呀 故事我又趕着来找他啊 嘿嘿嘿 哦 原来 是仇星老弟的脚力来的 哎呀 你那些叶速都挺会变化的 哎呀 仇星 你叫他变回个圆形的老孙来看看 那个仇星公一手把寒光拿下来 喊一声 叶速 你还不快点燃啊 本相 遥你死罪 那道寒光就醉成一团在地下一滚 原来是一只白龙 口中又含着一只盆龙拐掌 仇星公又拿回那只拐掌 哎呀 你看看你看看 那个叶速啊 他连我那只拐掌都偷了 哎呀 不怪得了 我刚才打了那么多棍 那只拐掌都不断了 原来是仇星公用的 那只白龙呢 口不能言 好嘎嘎嘎嘎啸 擀雳 看他一身如玉簡斑斑,兩角侵癡七茶彎,幾到幾時尋藥譜,由朝賀處飲雲散,年心學得飛騰法,日久修成變化眼,今見主人呼喚處,現身民以復塵還。 孫悟空說:「好,好,看在壽星老弟的面上,放過他這次吧。」 壽星公拜謝孫悟空,騎上白鹿想走,孫悟空一手扯著他, :「起呀,壽星老弟,只要你這樣就扯了,還有兩件首尾還沒搞清。」 大聲,是啊,我還有什麼未了之事呢? 一來,有個美人還沒捉到,不知道他是什麼怪物,二來呢? 那種葉竹是你走掉的,這樣也要去見見比丘國王,教大清楚才行。 哈哈哈哈,既然大聲有這意思,好好好,反正沒什麼事,我和天蓬去逐個美人回來, 然後一起去比丘城。 啊,不用啦,不用啦,不用啦,要不要壽星公來逐妖魔啊? 壽星老弟,你坐著等等,我馬上回來的啦。 孫悟空叫壽星公在路邊說等他一會兒,他就帶著朱八戒一起去到清華仙府。 朱八戒在島外大聲喊,逐妖精啊,逐妖精啊! 那個美人呢,剛才見到孫悟空追殺的路妖精,已經嚇到失魂了,想走又不知道走去哪兒, 正在那兒彷徨無雞,聽到外面喊聲大聲,石董又沒有後門的嘛,妖怪手中又沒有兵器。 正在那兒爭騰騰,朱八戒已經衝到進來了。 你這不知醜的迷人精啊,你還想走啊?看扒! 接著一鐵扒就坐過來咯。 那個美人就地一滾,化作一道寒光就跑出血。 知孫悟空早已經在董外等著了。 寒光一閃,孫悟空那隻棍就比閃電更快,一棍就撥下來。 一個二八戒人,天之國色,原來是一隻白面狐狸。 咦?朱八戒追到出來,手起爬落,一鐵爬坐下去,當場穿了九個洞。 孫悟空就喝著他,咦,八戒,慢著慢著,不要打爛他。 留著帶回來給他分軍,看看他的美人先。 那個傻佬就一手撐著這條尾,拖著回去,去到山邊, 見那個老壽星公,找個手摸摸摸摸那個白鹿的頭。 好,算是罵吧。 哎呀,你的葉蓄,你呀,你的葉蓄,你為何偷偷逃走? 為何在此成精作怪?幾乎被你害了千多個小孩耳。 你呀,你有罪過呀,你有罪呀,你。 若不是我來早點,啊,孫悟空那條棍撥下來,你就沒命了。 你。 孫悟空就問,喂? 壽星的老弟,你在這裏做什麽呀? 哈哈哈哈,我在這裏罵那隻鹿。 你這裏罵白鹿,好像哄他那樣的。 哈哈哈哈,我也是這樣。 那個傻佬把狐狸一撒,就撒在白鹿前面。 。 壽星公也在鹿头那时打一巴掌 哎呀 叶畜啊 你又拿回一条命就心足了 还闻什么啊你 跟着他脱了条腰带下来 绑着条鹿的颈 大圣啊 好了好了 我和你现在去比丘国了 慢着 做事要做切仔才行 从这里打掃干净先 以免日后又生妖孽 朱八戒就最拿手了 拿着狗子钉盘就乱裁一通 将那棵柳树打成七八卷 孙悟空又说 哎呀 八戒 不用那么浪费力气的等我来啦 他念动咒语叫土地公来 吩咐他 土地 给我拿柴枝来点烈火 将清华仙虎给我烧掉它 以免日后又生祸害 我土地就转身点起阴兵 搬出柴火来一把火 拖出个清华仙虎萧清高 孙悟空又和寿星公一起拉着白鹿 朱八戒又拖着狐狸 又回到来比丘国 一直走上宫殿 朱八戒又对国王说 那你的美后回来啦 快点来亲热下你的美人 我说国王一看 原来是被狐狸精迷了 丑到他面红已热 无地之勇 一额高头 见到孙悟空带着寿星公拉着白鹿过来 吓了国王和文武百官陆公飞笨 一起跪下来扣头 孙悟空一手拉着起身 哎呀你别拜着了你别拜着了 你扣个头给你的国长先啦 你这只白鹿就是你国长来的 国王真是丑到想找洞来捐 一颗一颗叩头多谢唐僧师徒 多谢神僧 多谢神僧点醒寡人 哎呀又救了我一国小而性命 跟着就国王全子光六子安排宋宴 大开东国 然后请寿星公和唐三藏师徒上宝殿来坐 唐三藏就问寿星公 这只白鹿是老寿星的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作怪呢 嘿嘿嘿 那天东华帝君来我市 我和他作了盘棋 哈哈哈哈一局都未完 那只叶束就走了 等我送客回来已经找不到他 我屈指一算 知道他来了这里作怪 我就立刻来找他了 哎呀好彩来早一步啊 刚刚遇到孙大姓思威 迟的当孙大姓思威就没命的了 嘿嘿嘿嘿 算是他命不该绝 对了 正在这里说着 大臣就品报 素宴已经安排好了 哦 国王请食斋了 真是五彩迎门二香满座 十香素菜百味珍收 值钱果品官官有 岸上齋熬见见精 台上面摆着 鲜桃物理香行水史红棗香椒羊土木瓜 还有蒸酥炸锅粉丝糕点 又摆着一叠叠的罗汉齋 冬菇发菜金针银以百合莲子百果 联顺蘑菇木耳 还有用金盘放入一件热辣辣的大饭头 用银碗装入一碗碗的丝苗白米 国王请寿星宫坐首席 唐三藏坐次席 国王自己坐前席 孙吾空朱八戒沙和尚坐旁边 还叫三个太师来陪伴左右 下面激鼓酒恶 国王拿着紫霞杯 一一敬酒 就是唐三藏不肯破戒没喝到 那个朱八戒 轻轻用脚撩下孙吾空 喂喂喂 哥哥 那些水果都让给你了 饭菜就留回老朱来受用了 整围桌就让他吃清光 饮宴完 寿星宫要告辞 国王上前跪拜 求寿星宫教的去病延年之述 寿星宫笑笑口 我来找白佬 又没带什么丹药来 想传授你修养之荒呢 战气又跟虽神派不能还丹 那一场来到 我这里有三粒红组 本来拿来献茶给东华帝君的 剩下来我没吃到 好了好了 现在送给你了 国王就吃了那三粒红组 光塘面色红润 容光焕发精神爽利 后来呢 国王就修心养性 果然得到长寿 住八戒就拖着寿星宫了 喂喂喂 老寿啊老寿 你这样就够偏心了 有红组都不给 那粒老猪吃下的 我现在没带在身上 但是我送几斤你 让你吃到够了 于是寿星宫就走出东角 骑上白绿踏上云头 一朵长云直上青天 国王和文武百官成 钟离民百姓 奔香礼拜 送完寿星宫且 唐三藏就说 徒弟呀执拾行李 喜情西去咯 那国王你日美一月苦苦哀求 求神僧来到指教 孙悟空就对他说 你闭下 你从今以后 小贪色欲 多职阴德 凡白事将长保短 处处以黎民百姓为重 自然白病不生延年益受的了 这个就是教你了 国王再三叩头拜者 又吩咐 拿出两盘散金碎银来 给唐三藏用路费 唐三藏昏文不受 起身就要走 国王心中感激不尽 过意不去 马上摆了链隔 请唐三藏坐上路车 皇帝皇后飞笨来到推车 一路送出城外 那时 六阶三市百姓黎民 家家户户都点起乡来双送 一直送到城满 忽然间 空中呼呼声风响 在天上落下一千一百一十个鹅龙 下来 龙中有小孩提哭之声 放晒一大路两旁 城王土地舍令 珍观五方揭替 四直公曹六丁六答 一切就来拜见孙大乘 大乘 我们蒙大乘吩咐 摄走了小孩儿 如今大乘功成远去 我们送那些小孩儿回来 国王和皇后 飞笨文武大臣 一切下拜 孙凶就望着空中大声喊 有劳之位神令 请郭归此 今后民间祭祀来多谢你们 船空又吩咐 各家各户 来认领小孩儿 哦 全程高高兴兴 欢天喜地 有些抱着个儿子叫乖乖 有些叫弟弟 有些叫心肝定 有些叫蜜糖情 有些抱着个儿子来跳 有些抱着来卡卡笑 然后一切勇想窃 不要让他们走啊 救命恩人来的啊 一定要来我家儿 等我拜祭他大恩大德啊 当堂乱了脑 连国王和三千玉林军马都管不了了 人头涌涌过过爭千孔后来请 将唐三藏扶上马 抬着朱八戒 劫着沙和尚背着孙悟空 敲罗打鼓翻入城 这家赤宴国家开席 国家都要请 请不到的呢 就做争衣争母争鞋争物来商送 逐逐搞了个多月 然后才来得开 比丘城 国王又叫劃下唐僧司徒的形影 立起牌围 顶礼墳香来供养 唐僧走那天 比丘国君神百姓 送唐僧司徒出城 一直送了二十里路 然后才以辉累告别 真是救活孩儿 因意重 依依不舍别神争 司徒四个 在比丘国 积了见功德 只因为求经深切 不肯久留 又是日行夜宿 迎风暮雨 不过又是东残春尽 沿途野花山树 景物芳菲 行下行下 又到那座高山进岭前面 唐三藏一招 比蛇咬三年怕草城 见山他都怕了 就问 徒弟啊 前面高山 不知道有没有路呢 事必要小心啊 哎呀 师父 你说完这些说话 都不像一个行惯山路人 好似公子黄孙 坐井观天之类 自古也有话了 山不外路路自通山 何以会问问有路 我已经来到山脚下了 这座山大路 这座山 是确是好景致啊 云露龙山顶 山山涌 山山涌 百花香满路 万树蜜蟲蟲蟲 梅青里白 柳绿涂红 千岩径寿 万阔争楼 唐三藏观看山景 赞叹不绝 忽然间听到远远提鸟之声 不过又起了诗香之念 在马上淫诗 我自天牌传旨意 感平封下令关闻 观登十五离东土 才与堂皇天地分 苦能龙虎风云会 却又师徒拗马军 行尽无山 风十二 何时东土建当今 全吴空一听 哎呀 师父 你又是思念乡土 不似个出家之人 放心去啦 别那么多忧虑 古人都说 欲求生富贵 虽下死功夫 吴空 哎呀 你是说的又来 知不知道西天路 还有多远呢 诸八戒就说 师父啊 肯定是那个如来佛祖 不舍得他那三藏经 知道我们要来拿他 搬了屋去都不顶 不是怎么行 极都不到啊 沙和尔和尚就说 哎呀 二师兄你别胡说啦 尽管跟着大师兄去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忍 终归会有个到头之日的 师徒四个正在去闲淡 又见了一座大黑松林 唐三座一望呢 又有点心跳了 哎呀 吴空啊 我们刚刚平安过了 晋岭高山 现在又到了这座大黑松林 你事必要在意留神啊 赤 爬什么 不是 吴空啊 不信直中直 虽防人不仁 我都经过好多松林的啦 都没这座松林 这么深远的 船空抬头一望 果然好一座黑松物林 你看 东西物摆 南北城巷 树高千上 借天弊日 荆棘遍地 川步难行 真是东西客类难通过 南北京商 怎能通 林中声斗不见 日夜不分 哈 只望到后面 背阴之处千观景 向阳之所万松花 又别有景致 千年来万载潜内汗重 山途果野却若汉富涌 又听得百鸟齐名 应母叫杜娟提 借姑名 指言语 喜着穿之 乌蛙反步 王丽飞舞 百舌调音 撩歌学人语 话未会念经 又见老虎摆尾山炮 磨牙狐狸跳舞 柴狼唱歌 哎呀奇了 一座重林 天堂地府 没有什么景色都齐全的 哈 那孙孔全不在意 一条铁棍开路 带着唐三藏入林 一路逍逍逍遥遥平平安安 行了半日都没出到重林 唐三藏就说 徒弟呀 一路西来 经过这么多山林进岭 这座山真是出奇了 外边看有些得人怕 入到来一路太平 这里清雅幽静 奇花异草 我想要坐一坐 一车等一匹码头下 二车也肚饿了 你们哪个去化些齋回来 给维斯充饥呢 好啊好啊师父 那你请下马头下 等老孙去化齋 唐三藏就落马 住白界将马绑在树上 沙和尚放下行李 拿着一个舶头来交给孙悟空 孙悟空就说 师父 你一只坐坐下 等一会儿老孙即刻回来的啦 唐三藏就坐在重林之下 沙和尚珠八界两个呢 就去沉花灭果 那个孙悟空一跳 跳上半空一望 只见重林中 长云飘渺 睡气纷纷 哎呀 好 哎呀 好啊 好啊 哈哈 那只猴子王在赞什么呢 原来他在夸掌自己的师父 唐三藏 我师父那是金蟬掌老转世 十世修行的好人 故知有长云罩顶 想当初我老孙 在五百年前大闹天宫那阵 混游海角 放荡天涯 罪集群精称为齐天大省 寒龙伏虎 在炎黄殿消了死截 那时我老孙 头戴三额金官 身穿黄金甲 手执金枯棒 捉搭报云里 手下有四万七千小妖 都拜我为大姓爷爷 确实是威风 如今脱却天灾 做了人家徒弟 来到事后师父 一知我师父头顶上 有长云隧外罩定 他回来冬土 必定有好目 老孙也会得个正果 孙凶 在空中赚着自己师父 唐三藏 就坐在树林中 明心见性 念着摩托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忽然间 听到人叫救人啊 救人啊 唐三藏一听就大启一惊 善哉善哉 物林深处 为什么会有人叫救人呢 怕被豺狼腐炮吓了 等我去看看 唐三藏 唐三藏就连忙起身 穿过千连泊 走过万连重 腹隔 攀腾 走前去看 见到一棵大树 绑着一个女子 上半角就绑在树上 下半角就迷在地下 唐三藏就问 女菩萨 你为什么被人绑在这里呢 那个女子见到唐三藏走过来 一尾在那里流眼泪 唐三藏一看 香蜡滴泪 有沉如落眼之容 清眼含碑 有碧月收花之茅 唐三藏见到妙灵少女 就不敢走过去 远远地问 女菩萨 你有何罪过 说给贫僧知 好打救你啊 那个女子 一边哭 一边在说 师父 我家里是贫婆国 来这里有二百里路远 父母在堂 他们都十分好做善事的 一生都是和亲爱友 遇到清明 请了亲戚一家老少 去拜素先人 谁知半路遇到一股强人 持刀弄枪追杀过来 吓得我们魂非拍散 父母亲戚都各自逃生 我年幼走不甩 被强盗捉入山中 那大大王要我做夫人 二大王又要我做妻室 第三第四的大王又争着要我 连底下那群手下都争了一份 大家都不奋起 互不商量 最后就约定大家都不好要 就将我绑在这里 哎呀 强盗已经走了 我在这里五日五夜的了 看白没命的了 哎呀 真是不知道哪一世祖宗即得 今日遇见师父来 盲望你大慈大悲 救我一命 九泉之下决不忘恩啊 说完就哭到一不成声 十分可怜 唐三藏是个慈悲长者 听他这么说 哎呀 也不觉动起同情之念 就流起眼泪上来 他就叫 徒弟呀 徒弟 那时朱八戒和沙和尚 只在临终尋花蜜果 听到师父叫 朱八戒就说 喂喂 沙和尚啊 师父肯定在这里 遇见亲戚就顶了 哎呀 二师兄 我们走了半天都没有遇见过人 师父怎么会在这里 遇见亲戚呢 那 你听听师父的声 好像刚刚喊完 他肯定是遇见亲戚 下来 不是做什么 沙和尚就快点回头 见到匹马和行李都在这里 两个就拉着马 担着行李上前找师父 唐三座用手指向前面那幅树 八戒呀 你快点将个女菩萨解下来 那时 孙悟空正在半空中 来清赞着师父 头上有长光罩顶 是有个又德行又福分的神针 忽然间 见下面一股黑气 好像烟通噴烟上来 啪啪声遮着长光 哎呀 糟了 黑气罩长光 肯定是妖魔来害师父 哎呀 化妻小事 快点回来看看先 那师父就立刻跳下来 见朱八戒刚刚上前解女子的席子 船空一跳跳上一手 摑着朱八戒的耳朵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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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整个扑在地上还猛成成的爬回来 喂喂喂 个个人你米啊 此转你有力啊 动下就刮过来啊 师父叫我去松绑救他下来的嘛 你打我摇一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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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 你抬我去西天下 哎呀 兄弟 我不是打你 我叫你米解他而已 他是妖精来的 唐三藏就哭过来 你这猴子又来乱说了 這麼斯文一個女子,怎麼會是妖精啊? 哎呀,師父,你又來了,你。 這些變化,無非是想吃人的,老孫好在行,就是你不知道的。 朱伯家嘟嘗嘴說,師父,你千萬別相信那隻猴子的說話, 你看她的樣子,眼睛睛睛看著那個女子,見人家生得真正,她就想騙我們說是妖精,等我們走安一陣子,她就屈尾十,走回來找那個女子。 你以為老豬不知道她的說話嗎? 我批你這個笨豬,老孫一路西行,何時有個半點差錯? 我,好像你這個笨人那樣,貪戀美色,見利忘義,上一次想做人家女婿,被人家綁在樹上,這麼快你就不記得了? 這次又想上樹打抽籤了吧? 唐三藏見到孫悟空這麼認真就說,是啊是啊,八戒,你師兄幾次都沒有看他眼。 既然師兄這樣說,好了好了,我們不要理那麼多了,我們扯吧。 哎呀,好,好,好,師父,這回你逢空化吉了,請上馬,出到松林那邊,自然有人家化齋給你吃的了。 於是,師徒四個就劈下女子,一路向西走。 唐三藏這次聽了孫悟空的話,不理那個女子,師徒四個就離開那裡。 原來那個女子真是妖精來的。 哎呀,他看白得手了,誰知被孫悟空拆穿了,氣得一味咬牙切齒。 哎呀,以前聽人家說孫悟空神通廣大,今天見面果然是名不虛傳。 那個唐真是十世修行的真身來的,我剛剛要抓到他回去受用了。 哎呀,誰知被那隻猴猴精拆穿了,救了他回去,真是浪費心機了。 如果他解了我下來,我一手抓過去就是我的了,現在變成奴兒無功。 好,讓我再喊他兩聲,看他想不想勾先。 那個妖精一連喊幾聲,吹一陣風,就送到唐三藏耳朵上。 你猜他喊什麼呢? 師父呀,師父,你見死不久,還學人拜什麼佛,求什麼經啊。 唐三藏馬上聽見這樣喊,就說,悟空呀,還是回頭去救女子吧。 師父,你怎麼又想起這個女子呢? 不是呀,他在說喊呀。 啊,八戒,你有沒有聽到? 我,我的耳朵大,擋風呀,聽不到。 三藏馬上,你呢? 我猜著擔行你,哪有心聽呀,沒聽到什麼。 奇呀,奇呀,連老孫都聽不到。 師父,人人都聽不見,只是你一個人聽不見呢? 他講什麼呀? 他講得又來呀。 啊,他怎麼講呢? 他講,見死不久,還去拜什麼佛,求什麼經啊。 吳空,救人一命,聖做七級浮徒,快點快點回頭去救他吧。 哎呀,師父,你那股脾氣真是沒有藥衣的,說這樣就要這樣了。 你想想,自從離開東土一路西來,經過萬水千山,撞著多少妖魔,你被人捉過多少次呀? 哎呀,老孫的那股棍為了救你,都不知打死成千上萬了。 哪一邊一個妖精的性命你都不捨得,還要回去救他呢? 吳空呀,古人也說, 物以小善而不為,物以小惡而為之,還要回去救他吧。 哎呀,好了,師父,既然是今天你去救,這個擔子老孫擔幫不起呀。 你一定要救他,我勸極你也不聽,再說,等你又發怒,你自己去救吧。 唐三藏見到孫空不肯去,就不高興, 好了,你這隻猴子,你不肯去就算了,你坐著,我和八戒去救他。 唐三藏回到剛才那裡,叫諸八戒解開上半覺醒, 又用狗尺爬爬爬鬆泥土,拔下半覺醒出來。 那個妖精,躺兩下腳,扭兩下腰, 戳兩下腰,戳兩戳一條裙, 歡歡喜喜地跟著唐三藏走過來。 既然不肯一尾冷笑,唐三藏就問他, 你這隻猴子,你還在笑什麼呀? 嘻,師父,我笑你時來逢好友,混去遇家的人。 唐三藏就罵他,你這死猴子,你在胡說你。 我自出糧胎就做和尚,如今奉紙去西天,前心禮拜求經。 又非是利禄之土,你你說什麼時來混去呀? 師父怎麼會混去的?師父,你雖則自幼做和尚, 知道你只會看經念佛,你又不懂得那麼多皇法條律的。 這個女子生得年輕美貌,我和你乃是出家之人, 和這個女子一起走,如果遇到壞人, 將他們逐去送官的時候,哎呀,你什麼取經拜佛都不行的啦, 實在將你打造奸情,最輕都要問個拐大人口之罪,師父就沒收道蝶,打個半死, 朱八戒衝軍,沙和尚坐牢,盧算一身危的嘛, 就算我口幾會說,都搞他不行的。 難道你亂說呀,我救他一命,怎麼會反而受他陀類才行呢? 呀,帶他去,有什麼事,為師擔當。 師父,說就是這麼說, 看你想救他,實在反而害了他呀,怎麼會呢? 我救他出來,怎麼反而說我害了他才行呢? 呀,他綁在樹上,再過三五日,十日半月, 沒飯吃,餓死了,還得全身歸陰。 呀,如果你帶他出去,那你騎的快馬,行路如風,我們就跟著你去。 那個女子是金蓮小步,舉步艱難,條路又崎嶇不平, 那他怎麼跟得到來才行呢? 那他走萬幾步,就被豺狼虎炮一口吃了, 豈不知反而害了他? 呀,這也是呀,又是你想得周到呀,怎麼處置好呢? 呀,這樣也好容易的,師父,你不抱他上馬,兩個騎馬一匹馬就行了。 哎呀,行行不行,不行,我跟他騎馬一匹馬就怎麼行呢? 呀,不如這樣吧,叫八戒揹著他吧。 算不兇就卡卡笑了,哎呀,傻佬,這次便便宜了你了。 是啊,是啊,找我笨叫我揹著重重的說要宜我。 哎呀,八戒,你的嘴那麼長,你揹著他,轉頭,揹個長嘴過來和他談談心事,便宜了你了。 那豬八戒一聽就激到整個跳起來,我不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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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猴子專門靠害的,哦哦哦,要我出生死力,還要讓他來笑,讓他來罵,我不揹,我不揹,我不揹,要你揹,我不揹,我不揹,要你揹,唐三撞見了這樣便沒有辦法了。 好吧,好吧,那大家一起來走走吧,我都不揹,慢慢等著他,八戒,那你來拉著一匹空馬吧。 蕭蓉空又在那裡笑,哎呀,傻佬,又讓你找到一份好差事了,師父照顧你,叫你拉著一匹空馬而已。 唐三撞就說他,你那隻猴子又在那裡胡說,你,古人都說馬,馬行千里, 你,無人不能自往,我在路上慢慢走,難道你這樣吊下師父不理嗎? 大家一起走送這個女菩薩下山,送到鞍貫寺院,有人家的地方留他在那裡,為人為到底,都是救人一命緊要。 好吧,師父,你說這樣便是,那就請師父落馬吧。 唐三撞就落馬來走, 朱八戒拉著馬,沙和尚想擔著行李根尾,算不空呢? 登大雙金星火眼,拿著一支金箍棒,寸步不理的女子。 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二三十里,天食將晚,只見一座樓台電閣。 唐三撞就說,徒弟啊,那裡必然是個鞍貫寺院,我們就在這裏借宿一晚,明天才起程。 好啊,師父,你說這樣便是,那你們在這裏等我。 我,我去借宿,如果方便便再來叫你們,你們不要走那麼近來,是不是嚇人了。 唐三撞就去到大門前,見到那道門東倒西歪,凌凌落落,推開道門進一體。 長狼寂寂寞,古殺消疏,街前都是青苔亂草,不聞人聲,只聽得甲甲聲的青蛙鳴叫。 啊,真貴電雨凋零倒塌,浪房寂寞傾腿,斷磚破額,歪梁折柱,中樓倒塌,正平墜地。 流離香燈破損,佛像今生退息,羅漢倒臥東西,觀音臨壞成泥,日間並無僧人,夜間盡縮狐理。 唐三撞見到這樣,就帶著膽再走進去,入到二層門,見到鍾古樓都塌了,有一隻很大的銅鐘就放在地上,上半角是雪白色的,下半角是青色。 地下濕氣重,生滿了銅青。唐三撞用手摸一下鍾,嘆了口氣。 啊,忠啊,忠,你曾懸掛高樓,雞堤報曉,天晚宋黃昏,為何現在搞到如此地步呢? 啊,真是不知化同道人歸何處,住宗和蔣在那邊,上他二名歸陰府,他無蹤跡,你無聲我。 哦,唐三撞正在搖頭探飾,不覺就驚動了寺裡面的人。 有個侍奉香火做打閘的和尚,聽見有人聲,就爬起身,拿起一塊磚頭一釘就釘過來,一打就打正在銅鐘上面,噹一聲,嚇到唐三撞整個跌低,以為是古中日久成精,快點爬起身就走。 誰知黑默默不小心,一探就探身薯巾,又跌一腳,哎呀,這回糟了,糟了,遇到妖精了。 那個和尚就上前扶起唐三撞,老爺,起身啊,起身啊,不是個忠誠精作怪,剛才是我扔個磚頭打響的鐘而已。 唐三撞抬頭一看,天色又昏暗,看不真的她的樣子,見那個和尚又黑又醜,就怕你上來,你是哪裏的邪魔啊,我是大堂來的,我徒弟會行魔俗妖,你如果遇到他,你就性命難保啊。 啊,那個和尚就跪下,老爺,你不要驚慌,我不是邪魔來的,我是這間寺裡打閘的和尚來的。 剛才聽到老爺在稱讚個鐘,我又想出來迎接,只因為怕有邪鬼敲門,所以就拿個爛磚來打個鐘一下來壓下驚而已。 老爺,你請進去吧,請進去吧。 唐三撞才定神啊,哎呀,差點被你嚇死我了。 那麼多煩你,帶我進去吧。 那個和尚就帶著唐三撞進去,一直進到三層門,哎呀,隔一層門,差幾步腳,天冤之別咯。 指見青磚砌成彩雲牆,綠瓦蓋成流離典,黃金莊勝帳白玉造階台。 大紅殿上武青光,皮羅閣下生銳氣,民樹典結彩飛雲。 旁壤臟躺,苗花堆翠,三濤頂上寶瓶尖,五福流中平壽蓋,壁雲弓裏放金光,指墓松中,飄碎外。 唐三藏見到這麼威煌,就不敢走進去,就問和尚:「你這裏為何前邊十分狼狽,後面這麼華麗呢?」 和尚笑上來:「老爺,你不知道,這裏山中有邪魔、強盜,天色清明時,他們就沿山打劫,天陰落雨就來這裏藏身,我們讓他們把佛將推倒來當椅座,台椅都拿來當柴火燒,本子的僧人又軟弱不敢和他爭,所以就把前面那些破爛房屋給他們來, 任他們搞得夠了,重新另外化些施主,起過這間寺院,哎呀,清雲合一,這就是西方的事情來的啦。」 唐三藏就連連點頭,哦,原來是這樣的,就跟著他走進去,見他山門上有五個大字,鎮海蟬林寺,剛剛走進去,有個老和尚出來, 唐三藏一看,只見他頭戴著頂容錦帽,耳朵穿著一對同圈聚耳環,身穿著一件 唐厚羅毛線服,手中握著波狼鼓,校中 crack knike ngu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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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字幕唸靖語聽不清楚甚麼 原来这里是西方的喇嘛和尚 这个喇嘛和尚又是本智院的院主 他一出来见到唐僧 微青木兽厄阔顶屏 上茂堂堂好像罗汉林凡 他就走向前一手拉着唐三藏 满面笑容又碾鼻歌又摸耳朵 摸摸肩膀 你们是西方的礼节 表示亲热 他带着唐三藏入到方丈室 请唐三藏坐下 然后就问 老师傅是哪里来的呢? 弟子是东土带唐架下阴差 去西方天竹国带雷阴子 拜佛求经的 刚刚来到宝方 天昔已晚 故此类求借宿一宵 明天就走 万望方便方便 咯喇嘛和尚一听 就试会上来了 哎呀老师傅 老师傅 我说的是老实话 还说老实话 东土到西天 有多少路程 路上有山 山中有栋 栋内有栋 那你单身之人 又生得这么娇暖 哪里去得取经呢? 唐三藏就说 远主你这样说法也对的 贫真一个人 就确是不来得到这里 知我有三个徒弟 冯山开路 御水搭桥 保住我 所以才来得到这里 远主一听就问 那三位高徒在哪里呢? 现在在门外伺候 啊? 什么在外面啊? 哎呀老师傅 你都不知道啊 这里的虎炮 财狼多 又有强盗妖魔伤人啊 哎呀 日头都不敢走那么远 微天黑就关门的了 你你你你将徒弟 留在外面怎么可以啊? 快点快点 你徒弟你出去跟我请他们进来 有两个小喇嘛就立刻走出去请 一开门就见到孙悟空 即刻吓了一跳 再望着朱八戒 整个仆在那里爬起身 轻转面就飞这么快地进来 哎呀 冬土来的老师傅啊 不得了啊不得了啊 你徒弟不见了啦 不知道是不是被妖魔吃了去呢 现在门口有四个妖魔站在那里 唐三藏就问 那四个怎么样的呢? 哎呀好得人怕啊 一个雷公这样的样子 一个长嘴妖精 一个青面神 还有个油头粉面的女子 唐三藏就说 唐三藏就说 是这样的 那三个醜怪的呢 是我徒弟 那个女子 是我再重林中救出来的 那个小喇嘛就问 哎呀老师傅 让你进去啊 朱八家就卡卡地笑 喂喂 哥哥啊 啊 他来请我 你进去 为什么又震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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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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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 那女子一路走進去,穿過倒塌房廊,就進入三層門,網路馬,放下行李,一起進入方丈室。 那個院主又走進去,叫了七八十個小喇嘛和尚出來,和唐三藏師徒相見。大家見面後,院主又吩咐辦齋來接待,吃完齋飯, 天已經黑齊了,就在方丈室裏面點燈火來聊天,整班小喇嘛都黎齊了,一則問唐三藏取經的來歷,二則想多看兩眼的女子,小見多怪。 他們在天南地北聊了一會兒,唐三藏就問喇嘛和尚,院主呀,明天我們就離開寶山西去了,那邊的路途不知道怎樣的呢? 哦,院主呀,起身行李,唐三藏快點起身問,院主,貧僧問路程你為何要行李呢? 老師傅,明天的路程很平坦,不用擔心的,眼下有件事,本來一進門就想和老師傅商量的了,就怕冒犯,故此現在才大膽來奉告。 老師傅,老師傅,你們東來路途辛苦,就在方丈室中安歇就好話為,就是女菩薩不太方便,不知怎好,不知住哪裡好呢? 啊,院主,請不必多疑,以為我們師徒有什麼邪念。 是這樣的,今早路過黑松林,見我女子被人綁在樹上,小徒孫悟空不肯救她,是貧僧於心不忍,救了她出來。 是,院主,隨你安置她住在哪裏也好,哦哦哦哦,既然這樣就好,那去天皇殿,在天皇爺爺身後安排草鋪給她住。 好好,多煩了院主了。於是小和尚就帶女子去殿後安置。 啊,院主坐了一陣就回到那裏睡覺了。唐三藏就吩咐孫悟空,徒弟啊,你們辛苦了,早睡早起了。 師徒四個就睡在一起在方丈室。 那時候已經是浴躁高升,天佳直靜,銀河耿耿,星光灿灿,夜深了。 一縮無話,日日,一早都未天光,孫悟空就起來了。 那個孫大聖啊,昨晚一晚醒幾次來護持著師父呢。 他一起來就吩咐諸八戒沙和尚,收拾行李馬匹,請師父快點起程。 那個唐三藏呢,還在那裏睡覺啊,叫他也不起來。 孫悟空就走過去,大聲喊了一聲,師父。 唐三藏瞪大眼看一看,沒有出聲。 咦?師父,你怎樣啊? 唉,悟空,我,我好像有些頭暈眼花成身骨痛啊。 朱八戒聽說,就伸手摸一下唐三藏的額頭。 是呀,是呀,師父有點發燒。 哦,不要緊的,不要緊的,當然是師父昨晚見那些齋飯靚的, 吃多了幾碗,吃滋了而已。 不是呀,我昨晚半夜起床,去廁所不記得戴帽子,被風一吹,肯是冷了。 那師父,我今天還走不走呢? 哎呀,悟空,我現在頭赤赤,全身都累了,怎能坐馬啊? 不過,不過,今天不走,又悟了路程了,真是呀。 哎呀,師父,你怎麼這麼擔心啊? 常言到,一日為師,終身為苦,我們做徒弟,就好像是你的兒子一樣就可以了。 哎呀,你既然有點不舒服,師父,你放心休息幾天,我們來服侍你,下什麼擔誤幾天日程呢? 兄弟三個細心來服侍師父。 德國早晉五來,黃昏子梁蕭才過又清晨,降陰順速,眨眼去了三天。 那早早,唐三尚就靠著床頭問, 吳空呀,我這兩天都不舒服,沒有問到你,那個脫難的女菩薩,有沒有人送飯給她吃呀? 哎呀,師父,你要想她這麼多做什麼?你先料理好自己身體吧。 哎呀,是呀,好了,悟空,你扶我起來,拿我包袱過來,在她拿紙筆墨出來,在這裏借個墨鏈來用一下。 師父,你用來做什麼? 我要寫封書信,連關文封在一起,你馬上給我送去大唐長安,去見太宗皇帝一面。 哦,這個容易到極了,別的本事我就沒有,送封書信我就天下第一。 你把封信寫好交給我,我一個筋斗就跳到長安交給唐皇,再一個筋斗回來,嘿嘿,你那天墨鏈都還沒乾呀。 哎呀,師父,你那封書信打算怎麼寫呢?師父不妨讀給老孫聽聽呀。 哦,那封信是這麼寫的。 神爺,神爭啟首三遁首,萬歲山夫拜聖君,文武兩班同入木,共興四百共之民。 當年奉紙來東土,只望靈山見世轉,不料途中,終厄魂,何其半路又再進? 曾病尋尋,難進步,佛門深遠折天門。 由經無名兇魯碌,啟就當甘別顯隱。 旋空一聽就啟啟笑,哎呀,哎呀,師父,你又確是不像樣咯。 得多那麼多病痛,就亂想一通,哎呀,別說你這樣的小意思啦。 喏,說得不好聽一點,就算你只有個大病,只要你告訴我老孫聽就自有辦法。 哼,我去問一句,誰個閻王敢起心,誰個判官敢出票,哪個鬼屎敢來勾? 喏,結鬥我老孫,我像當年大鬧天公一樣,一路棍打入幽明,捉住十代閻王,一個個抽他筋,摸他皮呢? 師父,哎呀,你放心啦,師父,你成功果之後,福予天齊的。 好了好了,吳空,你別在樹上亂說謊。 喏,豬八甲就拔開孫空說,喂,喂,那個人呀,師父,病了幾天呀,再病呀,軟奶奶呀,怎麼去得西天取經呀? 喏,這個傻佬,你別亂說呀,你,你不知道的,師父是我佛如來的第二個徒弟,原名叫做金蟬長老, 喏,只能是他當年抬慢佛法,才該有這場大難的。 那個呀,那師父既然是興慢佛法,扁了落東土,在是非海內厚舌之場,託生做人世,發願去西天拜佛求經。 喏,是呀,沿途都受救苦的啦,撞到妖精都被人綁,被人摘,遇到邪魔就被人吊,被人打,是受苦受難都受救的啦,為什麼現在又叫他病一場呢? 喏,你又不知道啦? 喏? 喏,師父在天場的時候,有一次啊,他沒心機聽說佛法,在他欺負眼粉,一下子不在意,左腳就踩了一粒米,就跌了落凡間,故事該病三日。 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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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粒米,跌下來就病三日啊,好像老猪吃東西那樣斷腸的,有時就跌到整地都是飯啊,那不是病一百幾十年都像? 喏,兄弟,佛就是以天下眾生為念啊,都有話,錯禍日當午,漢迪和下肚,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師父病了今天,明天就好了啦。